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今天要來講台灣的壞話 不是壞話,是實話喔 就是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台日組合裡面 當男方是日本人 女方是台灣人的時候 就是非常容易分手 然後在日本網上有一篇神文 他精闢的分析跟台灣女生 照往的男生 日本男生的下場是什麼 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會把他的連結放在評論裡面 如果你們看懂日文有興趣的 可以去點一下 首先來說就是離婚率非常的高 我本人呢就是一個離婚的案例 但是這個這篇文章 他有給我們2017年的數據 那光看那個離婚的見數 跟結婚的見數會發現說 當男方是日本人 然後女方是台灣人的時候 他們的組合 比那個男方是台灣人 加上日本老婆組合 離婚率高了快一倍左右 對啊,因為台灣女生 跟日本男子 都是被侍奉的那個 就是有一種任性的王子 遇上任性的公主 然後過招的感覺 文中還綜合出了幾項 就是跟台灣女生 交往過的日本男生 覺得台灣女生的 有什麼比較 令他們受不了的地方 就讓我們來為大家 仔細的分析一下 請看 我好餓喔 我好餓喔 肚子餓了 我肚子餓了啦 好餓好餓好餓 我肚子很餓 這個我其實有耶 但是因為我個人的肚性 個性比較獨立 所以我就是肚子餓了 就自己找東西吃 這我也會耶 而且就是肚子餓了 就會脾氣比較暴躁 然後不耐煩 跟老公約 就是要一起吃飯的話 就會比較不耐煩 然後我就會一直跟他說 然後趕快叫他去找餐廳 老公好可憐喔 欸阿咪甜心 baby 你放得怎麼樣 不是跟我說 那個 那時候是我不開心啊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 其實我覺得我潛伏比較不可憐 這我必須承認 我真的非常出職大業 就是 我時常會忘東忘西 或者是 我在我家的時候 很容易會 不小心打到 我男友 好可憐 然後他就會非常的 痛 然後就會生氣 你不是故意的嗎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但他都不會 所以我一直覺得 他們是不是 後腦稍要張眼睛 還怎麼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本來以前來日本前 對自己衣服上面 黑黑的髒髒的 或是有毛球 我都完全不在意 這一直到我 嫁給日本人 然後他說 他的毛衣上有毛球的時候 我才驚覺原來 我的毛衣上也有很多毛球 我自己的話就是 我的握力不太好 筷子啊 拿手機啊 拿書啊 拿牙刷啊 常常就是會滑掉 牙刷眼嗎 你可能在想一些事情 然後隨手拿起來 他就掉了 掉了之後就撿起來就好了 但是可能會發出一些聲響 我老公就會一直 一直被驚嚇到 然後一直跟我說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是就是 點一下你的握力 明明開久的時候 握力就很好 拜託看看我家有多整齊好嗎 連結在上面 我家也是喔 你家沒有連結 你家 我家也是喔 我覺得這可能是年輕妹妹吧 台灣人的 可能因為日本人很多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會去做 就是為了結婚而去 學一系列的家世長才 所以就比較會整理 以前在家裡就是 我媽媽會掃啊 然後還有用人什麼的啊 就是不用擔心 可是在出來 出來在外就是要自己 自己掃自己的家裡 所以就會 會開始學習多少 欸其實這真的有耶 這個真的有啊 之前就有朋友分享 溫馨接送情啊 虛寒問暖啊 一直聯絡啊 都要有 然後還有人是 就是男朋友會煮飯啊 洗碗啊 買菜啊 然後在外面走 一定讓他走裡面 男朋友走車道啊 然後他講每一句廢話 那個男生都很仔細的聆聽欸 但這其實也還好 不算真的很寵嗎 就比如說像提重物啊 然後讓女生走內側 這個不是很 痛嗎 沒有 可是你也被寵壞了 好吧 想生氣就生氣 這個是性行中人啊 沒辦法嗎 但其實我覺得我現在還好 可是我老公還是覺得 還蠻容易生氣的 可能日本女生真的生氣 他也不會講 他可能也不會表現出來 哇好像娶一個日本女生 對 然後欺負他 沒錯 講到這個就要分享一下 我上次做出來的照片啊 我覺得我不是留理 是行內 就是不是不能做 而是不想做 做的時候其實會蠻努力 然後其實很好吃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對 但是就不想做 因為就覺得這件事情很花時間 然後他在所有事情的優先順序上 是比較低的 就不想要把時間花在做菜上面 就不想要把時間花在做菜上面 欸媽我跟你說啊 那你有沒有去看他們 其實這不算罪狀 就是跟日本人比起來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日本人比較不太會跟 家人啊 兄弟姐妹聯絡 我男朋友他有一個哥哥 還有一個媽媽 住在別的縣市 可是他們已經四五年沒見了 蛤 所以我有時候會跟他說 那你可以回去 就是去那邊一下 然後他就說 可是那邊夏天很熱了 冬天很冷 這裡有好爛 在日本這麼久 現在最會的就是道歉了 哎呦好日本喔 但我可以理解啊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也會這樣 就是會不真心的道歉 可是在家就不行欸 然後難怪我老公就一直覺得我很容易生氣 然後他會說 嗯 你為什麼都不道歉 就是說你道歉就會死掉嗎 可是我有道歉啊 真是很sorry 這個人就是修為寒公 因為我後來就是 漸漸的連私人的關係中 我也都可以不真心道歉 像昨天晚上 就是客廳的門沒關 然後我男朋友剛好頭痛 他覺得很冷 然後他就跟我大小聲 然後他就跟我大小聲 然後他就說 就是為什麼 都不隨手關門 然後我想說 如果我是台灣人的話 就是應該會跟他爭辯說 那你不會自己去關門嗎 沒錯 但沒有我想說啊 算了他反正頭痛 就不要跟小朋友計較 我的反應就是 啊ごめんね じゃあね 然後就把隨手把門關上 我媽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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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那你他媽的說中文啊 好凶喔 台灣女生就是比較直接 然後比較不會保護自己 所以都走一種 硬碰硬 然後兩敗俱傷的路線 對啊其實 日本女生也很強悍 只是他們都來贏的 不會表面上跟你計較 他們都就是 就是耍手段 然後想要控制 對 比較可怕 其實 對 其實我們周圍有很多 台灣的小妹妹啊 或是其他 就是同樣年齡的 就是單身的 那個 女生們 有時候都會問我說 那要怎麼樣才能交到日本男朋友 那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很基本 就是你怎麼樣成為一個可愛的女人 然後怎麼樣成為一個相處起來很愉快的女人啊 我相處起來超愉快的 我都會在家裡面自己作詞作曲 然後唱個跳舞給我老婆看 欸我也會耶 對 我的詞都是她的名字 然後 她就會 給我一個白眼 可是我覺得 她一定是 就只是害羞而已 不要脫 對 但其實我老公就是 常常會說 她覺得中華女子都比較強悍 就是 譬如說台灣人啊 然後大陸人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新加坡人啊 但其實她覺得這樣比較輕鬆 因為簡單說就是講話比較直接 不會藏在心裡面來陰的 所以 講白了 大家就是一起討論 然後吵起來就吵起來 反正 睡覺本天就過了 就比較不會 在心裡面有疙瘩 所以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啊 就是雙方找到一個相處模式吧 像我其實不會覺得文化不同 有特別困擾 就是 我自己覺得不同的地方 讓我們覺得很有趣 會覺得怎麼 就像一團米一樣 好吸引我 對 你男友真的還蠻像一團米的 所以她是外星人 對 不過因為其實你看台灣人也有很大的男人啊 然後日本人裡面有像我老公這種奇怪的 小男人 他其實也不是小男人啦 但就是 比較不典型的日本人 所以不一定是國籍的問題 對啊 因為像我 其實我男朋友也很頻繁的會跟我聯絡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看兩個人 有沒有提供給對方 對方想要被滿足的部分吧 好 那我們就錄到這裡吧 對 然後我還要說 就是很多台灣男生不是都怨探自己是工具人嗎 可是我覺得他們都也只是看別人的外貌而已啊 所以就活該吧 就看真美去就貼上去這樣 對 不過我老公其實也是外貌協會 但他不是工具人喔 嗯 好啦好啦 都你說 好啦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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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味道 阿咱 我們來點發 我們來點發 吧